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加拿大每日新闻综述。今天是5月13日,首先我们为您播报全球疫情的最新情况。 周三,全球疫情确诊总感染人数超过442万,死亡总数超过29万8千人。 除了中国和伊朗的确诊人数不明确之外,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43万,西班牙、俄罗斯和英国排名其后, 加拿大总确诊人数超过7万2千人,死亡总数超过5300人。 截至今日,魁省总感染人数接近4万人,死亡总数达到3220人。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魁省民众支持在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 安省从4月25日以来,新增案例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今日新增329例,新增40例死亡。 大多伦多地区的案例占全省的六成以上,安省每日测试达到1万5千例。 亚省总感染人数超过6400人,75%的病例发生在卡尔加里和布鲁克,因此这两地的经济重启将缓慢进行。 卑诗省今天新增了16例,新增1例死亡。 省卫生官员表示,已经有超过7万5千人参加了省内的疫情在线调查。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夺走29万人的生命。 近日一项科学研究显示,染疫者不论原本是否有其他疾病,寿命都缩短了10年以上。 据商业内幕报道,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近期公布的研究显示, 感染新冠病毒身亡的男性少活了13年,女性少活了11年。 研究人员以意大利死者作为数据库,考虑患者的其他疾病背景、年龄和性别,得出该结论。 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对患者受命的影响,堪比冠心病或一般肺炎。 加拿大卫生部周二批准了一项可以检测人体血液中新冠病毒抗体的测试。 这是本国首例获得认证的测试,以使国家实验室在了解针对新冠病毒免疫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科学家们借助这项测试,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及他们的系统中是否仍然具有抗病毒的抗体。 这项测试不同之处在于,它寻找的是在人体内自然生成的抗体,这种抗体在感染结束后会持续存在。 一般认为,新冠病毒感染康复之后,会有一定时间的免疫力,但是尚不清楚能持续多长时间。 研究人员对新冠病毒很多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认知。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也否决了对新冠病毒抗体呈阳性的个人发放免疫护照的做法, 并且指出,现在依靠抗体作为全面预防再次感染的手段,还为时过早。 总理特鲁多周三表示,本周五将开放总额为90亿元的加拿大紧急学生津贴CESB申请。 政府估计,约100万名学生将领到这笔钱。 类似于CESB申请流程,要求学生根据出生月份的不同,在四天内提交申请。 如果提前在税务局CRA开设账户,会更快收到补助。 合格的申请人将从5月至8月,每月获得1250加元,有残疾或正在照顾病人者将获得2000加元。 除了学生和应届毕业生之外,还包括在国外学习的加拿大人,以及秋季入学的高中生。 另外,陷入困境的小企业也有好消息。 特鲁多鼓励,不能申请联邦救助的小企业,尽快与当地机构联系,通过区域救济和恢复基金申请补助,以支付成本和留住员工。 该基金主要用来帮助制造业、技术和旅游业的小企业,以及农村偏远企业。 这部分资金将分发给南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加息经济多元化组织等6个地区发展机构。 迄今,超过50万小企业,已通过加拿大紧急企业账户获得贷款,金额最高为4万加元。 并且,已批准12万多位雇储获得75%的工资补贴,意味着约200万名工人可保住工作。 疫情令加拿大经济停摆了数月,3月和4月共300万人失业。 有专家警告,经济的停滞将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会产生长期的连锁反应。 他们认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衰退,我们强行让经济陷入了停滞。 现在的焦点并不是失业率是否会反弹,而是疫情是否会对未来的就业市场产生长期影响。 为鼓励更多雇主重新雇佣员工,以帮助重启经济。 联邦已决定将紧急工资补贴计划延长至6月以后。 就业部长也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延长加拿大紧急救助金CERB的领取时间。 加美两国之间的非必要跨境旅行限制将在5月21日到期。 总理特鲁多周二表示,会非常非常谨慎地处理重新开放任何国际旅行的问题。 而包括安省和卑诗省在内的省份,一直强烈反对重新开放美国边境。 卑诗省卫生官则坚持,不准备开放非必要旅行。 有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新闻,他们预计重开加美边境将推迟到6月21日。 加拿大已经要求将加美旅行限制过渡期延长30天,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华盛顿方面会同意。 一位资深消息人士称,下个月,加拿大和美国将进行激烈的辩论,届时什么时候开始解除限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最新民调显示,由于害怕被传染武汉肺炎,很多加拿大人已停止搭公车,包括约七成的华语与韩语。 收入越高的人越不会使用公交,约四分之一受访者表示,要等到疫苗面试后才会恢复使用公交。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周二表示,该市地税和水电费延迟交付的期限将于5月15日结束,不能再延期。 不过4月的地税最晚可逾,6月1日支付。 庄德利表示,虽然多伦多预计今年损失15亿财政收入,他还是不能接受通过加税来弥补亏空。 他呼吁联邦和省府援助各城市渡过难关。 户外活动方面,原定8月举办的国家展览中心CNE夏日嘉年华被取消,该活动每年吸引150万游客,是二战以来首次被取消。 近日,本拿比市议会通过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将地税增幅降到一半,住宅物业地税从原先上调63元降到上调30元。 商业物用的地税也由原来978元降到490元,由于地税收入的减少,市政府需要从储备中拨出更多的款项,并且会将招聘计划延后。 飞沙卫生局周一宣布,他们将恢复因疫情而推迟的择期手术,同时启动新的护理模式来保证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新的护理模式将减少患者在手术前亲自到医院就诊的次数,改为增加虚拟评估、咨询和个人或团体教育课程等。 他们还将尽量多地安排不需要手术室的小手术,以及不需要住院过夜的日间手术,需要进行紧急抢救和与肿瘤相关的手术患者将继续得到优先考虑。 疫情期间,很多市民喜爱的大型活动都被取消了,而今年8月,Fortlandi的夏季音乐艺术节将会让民众尝试一种新的坐在车内参与现场活动的方式。 组织者将挑选一个大的空间,划分好停车隔离带,并希望现场能销售当地的各类精量酒品以及当地的食品。 在艺术节的慈善音乐会中筹集的所有资金将用于支持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当地音乐家们。 目前该活动正在等待省卫生官员的许可。 在加拿大东部,40多位政要发出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8周年。 联邦议员们赞扬,真善人理念是所有信仰的楷模。 法轮大法造福全世界亿万民众,并祝愿其立国立民的正面作用,继续在全世界发光。 联邦反对党领袖希尔在核心中说,通过推广真善人宇宙特性,这个传统的中国功法在全世界休者日众。 加拿大一直是宗教自由的灯塔,为拥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们提供庇护。 他还承诺,保守党一直关注和支持因信仰受到迫害的群体。 参议员吴兰海赞扬,法轮大法的教导,帮助全世界的民众,提升精神和身体健康。 在法轮大法日,欢迎大家了解其益处和传统,并将这些价值观推广到全球。 法轮大法国会之友共同主席,资深国会议员斯格诺表示, 你们坚持不懈在加拿大和全世界推崇包容、信仰自由等价值观。 我很荣幸对你们的努力给予支持和肯定。 请记住,自由党的成员和你们站在一起。 另外,塞贝克、贝赞、布拉萨德、阿特温等多位国会议员也纷纷道合。 描述,真善人的理念也是加拿大的价值观。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全世界尤其是中国,更应该珍视真善人理念。 安省绿党领袖施莱纳、库泽托、韦丘佩芳等多位省议员、旺市市长布韦拉夸、奥沙瓦市市长卡特等多位市长和市议员也发出贺信, 感谢法轮大法对全世界的卓越贡献。 另外,哈利法克斯等六个市镇发出嘉奖令,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或5月为法轮大法月。 加拿大联邦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在贺信中写道, 我非常敬重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原则,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不仅在此时的欢庆时刻,也在你们为捍卫信仰而努力之时。 国会议员维斯在核心中表示, 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坚持不懈地弘扬真善忍, 促进人们相互尊重和理解,今年应受疫情影响, 我们会与家人一起在网上庆祝法轮大法日。 国会议员戴尔顿在核心中说, 疫情大流行的当下,我们坚信的真是如此重要, 我们必须坚守善与友爱,我们展示和平与忍, 共同面对困难时期。 被施成高贵林港、穆迪港、兰里镇、 新西敏市市长纷纷发出贺信, 向法轮功学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高贵林港市长韦斯特表示, 我们由衷地赞赏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原则, 为社会带来祥和。 蓝里市长弗洛斯这样写道, 尤其在当前的困难时期, 希望你们把福音带给所有人。 另外,基隆纳、纳内摩以及苏克地区的市长还发出褒奖令, 宣布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 好了,今天主要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了, 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您最关心的话题, 如果您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